校园频频传出学生坠楼案件 敲响了深深学子的心理健康警钟 教育部长法迪纳强调 教育部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所有小学五年级到中六的学生 每年都会接受心理健康筛查 一旦发现学生面对情绪障碍 当局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全面地协助面对情绪问题的学生 部长也强调 教育部废除考试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 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 着重于孩子的全面发展 教育部长法迪纳 今天在国会回答西蒙物边国会议员 陈嘉欣的提问时指出 为了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政府每年都会为 所有小学五年级到中六的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筛查 以及早发现面对情绪问题的学生 采取相应行动 KPM melaksanakan yang berhormat pertama saringan minda sihat yang digunakan sebagai mekanisme pengesanan awal untuk mengenalpasti murid yang berhadapan dengan masalah gangguan emosi saringan minda sihat dilaksanakan sekali dalam setahun kepada semua murid tahun lima hingga tingkatan enam manakala murid yang dikenalpasti mempunyai masalah gangguan emosi teruk dan sangat teruk saringan minda sihat dilaksanakan sebanyak dua kali setahun 除了采用心理健康干预计划模组 向学生传授应对压力 解决问题及有效管理情绪的技能 教育部也提供热线辅导服务 为遇到问题或面对精神障碍的学生 提供帮助 Fadina也提到 如果发现有学生患上抑郁症 校方将会即刻通知家长或监护人 再让学生到邻近诊所或医院 接受必要治疗 与此同时 Fadina也强调 政府减轻学生 学习压力的措施之一 包括 退出考试制度 从改善学习环境着手 营造有趣的学习氛围 部长强调 课堂评估将提供更好的基准 特别是 更全面观察和了解 学生在体育 运动和心理方面的评估 也让学生了解到 学习并非仅仅为了考试 教育部是在2021年 全面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 并以教本评估取代 政府随后在2022年宣布 全面废除中三评估考试 让这两项考试从此走入历史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